好的,欢迎回来,我是国际介绍的国德池 继续回到EVO霸强的比赛,这一场将是由穿着丝袜的TOKEDO 不是丝袜,就是紧身裤,运动裤的TOKEDO,来对上卡瓦诺 TOKEDO他们的队伍设计了一套新的服装 为了看起来更加运动一点,就给东大包的全身就紧身了 我给你们放一段,你们就感受一下 反正开了这么多年的电竞的比赛,很少有件穿丝袜 不是,穿紧身裤的,对吧 好,那今天的这一场的话,卡瓦诺的克林,东大的路克 这边又终于可以见到路克了,路克这个角色说是很强 人人都在用,但真正到了比赛后半段的时候,你会发现 见不到这个路克,还得是东大 那这个比赛的话,讲道理,我以前只觉得 克林这个角色是有很多明显短板的,比如说比较怕发波强的角色 什么的,但是经过卡瓦诺的几场比赛之后,我发现 这角色没有什么短板,只要他玩的足够好,就没有他怕的 那他这个选手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就得到了梅元的清点 梅元说,他应该就是目前在日本那边新世代里面最强的选手 没想到就一飞冲天,好吧 无论是SFL的比,表现,还有在红牛杯的那次凌风punk 就一下子把自己的名气打出来了 那反过来我也要讲,梅老板真的是慧眼诗人 我当年看了这么多新选手,我觉得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清点的一大堆最强的新人选手 结果还是梅老板就指这么一个就给他指上去了,蛮过分的 好了,回到了对局了,这里上来东大这边TC放宝 然后选择头则没中,青鸟直接爆VT 上来就直接放,那是准备要开两次了呀 当然这个东大也可能撑不过这一次 到长角了,轻攻击点中以后这一下还选择了一手拆头 东大这边差不多也要爆VT了,中鸟命中以后直接把VT开出来 四拳放倒,然后再往前压,先是一个普通头 拖完以后,往前走,点两发 卡瓦罗这边很冷静,先慢慢的蹲着 把这一波先拖过去,但这个东西拖不过去 对手的这个VT是不会掉的 这也是鲁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用啊 因为他的VT太具备战术能力了 一旦我获得优势的时候,只要我把这个VT攒人 你就很难受,你必须要主动进攻 但是你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我打断 所以在这个点上他就会非常的难以处理 好,现在到了第二个 特林其实面对这种真的发波比较厉害的角色 他没有什么很好的过波的招式 真的要封住对手发波的话,还得有VT才行 没有VT的情况下,那个小短手还是会有点吃力的 哦,这边打到拆了 这波东大压力会有点大,云点过半 卖一点血,赶紧把位置换出来,还行 这一波讲道理我觉得东大不亏 下中拳又是一个对空,哦,这边还想接 这个对空对到是可以再接的 但是东大这边没有选择做取消 而是再跟一下那跟不到的 这里手上VT又有了 东大这边三拳放倒进去以后 这里被驾招了,而且被关一个墙角 应该是判死刑了呀 这个应该没有智慧了 东大这边就算把VT开出来 对手这边只要不打进攻 你就完全没有办法 东大,哦,中角命中 这边四拳又一个放倒 看一下这波进攻,最后的智慧了 交一个V3,啊,中拳又点过来 哎,好赖啊,这个中拳,这里超越 对吧,点中了以后还能啪啪啪四拳打过来 如果有VT的情况下呢,取消一个VT 然后VT开出来以后呢,还能取消一个发波 蛮过分的,这样东西 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他就可以这样摸角摸过来 超远的一个中拳 清角,然后EX帕拉贝拉 这里开场有一个墙角 可以压东大这里要不要卖血 再来一次换出去 在卡的距离用帕拉贝拉抹血 下足了命中 前面过去打一波,又是一个抹血 东大有点难受想往前走 吃到一个轻攻击 那这一波又是倒地了 东大这边光有气,用不出来 有劲使不上 这波卡王诺的板边站位有点好 东大这里呢,跳是跳不出来的 但是如果说想要偷机偷出来 你会发现啊,卡王诺截的特别的准 你想往前走,或者是前前出来 都会把你截掉 你只有靠这种发波慢慢打出去 但是等到你这个血量再打一会儿 卡王诺这边手上有VT一开 你怎么办,很难打了已经 看一下东大怎么来处理了 就慢慢打消耗了,卡王诺也不急 你打我吧,你就再多摸我几下 我把VT开出来就是你的死吃到 东大这边四拳放倒,追过去 点了三发,现在差不多了 卡王诺要说话了,来,这里前前偷到一发 偷到一发,中角又给到一个卡,啊! 什么情况,卡王诺守了半天,守不住了 崩了,还没死 还有智慧,还有智慧 哦哈哈哈哈,这里架到一个下段要死了 哇,这都让你架到了 讲到底真不带这么玩呢 这东西,它是一个风险很大 回报也超级大的招式 你架到的话,基本上就请对手送进墙角了 那一波进攻打过去,留给东大的选项就是一个生龙 你不生的话,那很难就活下来了 这边活不下来 卡王诺关板边的能力超级强 你就进去了,别想出来 你看东大刚才在那个墙角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出来的机会 东大这里开场就跳 但跳了就一下被抢中了 这边冰块还打了一次二次的进攻 哇,各种打乱动,这里要失去反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失误了 重拳打一个帕拉贝拉,还是个重的 但应该是确认失误 东大又是一个四拳放倒 到墙角了,轻角反手,把VT先开出来 先揪揪,缓一缓 Yes,接中一个直跳 一波放倒,压过去 下段起手,然后再来一个下段 猛戳你的下段 前前到墙角了这个位置 开始看卡王诺的表演 这一波板边能不能直接关死 这里,就让东大跳出来 让东大跳出来的话就不太好搞了 这位位置是逼得比较紧的 东大一看你进攻欲望这么强 我一个起跳最多就让你对一个空 这样的,我只要位置出来 就可以随便操作了 情况之在一发点头 VT开基本就结束了 这边还准备是确认命中开吗 还是说就留着用来防守 以防不测,我交一个V闪什么的 操作一下 现在东大这边就不急 你慢慢来,你肯定要进攻了 我这边肯定不想进攻了 我作为卢克,我有这个资格 对吧,拳图都是我的射程范围 那你要进攻就随时有可能会撞上来 来啊,来啊,挑逗你的心理 卡王诺正在盘算着 怎样才能在这种情况下 做出制胜的一击 留给他思考的时间呢 也仅剩15秒钟 在15秒钟你要想不... 啊,啊,啊,啊 啊,这里空投节中啊 啊,成功只有点中 这边EX帕拉贝拉,你不打CA 哇,真的,啊 欸,喂,喂,黑,黑梅 哇 我靠,我靠 他打东大 他打东大在那种情况下 不用CA斩东大 还要留一格气 他留一格气就算了 他学了还没有东大多 哇 我不说不说 这应该是 算错了 他应该是算错了 哇,这里又夹到了 找到了 卡王诺胆子是真的大 你还说刚刚上一盘 他前前一个架招 然后东大还没还击到 就这种情况下 他还不依不挠 继续压着东大打 一般人这种情况 哎呀,我这一波没堵到 可能就已经有点放弃了 他没有啊,继续咬着你 然后还翻盘了 太狠了太狠了 年轻人超纸冷静 EX帕拉贝拉 这一下到长脚头 没有头中 东大这边 开出自己的VT 撕吧 东大这边 哦,这一手生龙 我现在感觉到了 为什么东大穿这种紧身裤 因为陆克也是穿紧身裤的 他要跟这个角色合而为一 没想到东大有算到这一层 就因为角色是这样子穿的 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子穿一手 对吧 这样我在操作角色的时候 就没有了隔阂 会跟角色一样非常的丝滑 这真的是深谋远虑 这个赞助商服装的设计 也是考虑的非常的周到 但现在问题是局面不容乐观 又到了卡网诺这里非常经典的位置了 你前前会被我抓 你起跳会被我对空 那你在这个点上 就会被我慢慢打小防 东大这边处理的还不错 这里下重量扫倒一个 再一个起跳 哇,这一下 这个近距离起跳的话 是专门打一个逆向的 然后卡网诺这边选择了一个 非常聪明的起跳结空的方式 来做一个对空 这一下被投到 不好说 有点麻烦 东大这里手上的一手VT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准备引爆一下 他还是要等一个缺人命中的机会 但可能这个机会不会来了 又知道一个头 前前被截了 这一下动大的反击点来了 还是一个头 哇,还要冲吗? 没有,选择做一个发波 滚一下节奏 现在卡网诺这边 应该是要准备好 实时开VT的 他不需要命中 他只要开出来我就是优势 开出来就可以宰你 马上就可以宰你 哇,这里 这个发波不好过呀 柯林卡网这个发波 真的不是很好搞 要么就早点把VT开出来算了 给他平了 哇,请假命中了 哎呦,我靠 哇,是啊 是啊,是啊 真的是啊 轻角点中了再看 他怎么做的 就他也就出了这一脚 然后东纳就撞上来 他也不是像我们平时看到的那些 我有点担心他会前前过来 所以我应该多出几个轻角复合一下 他就好像知道东纳这个点 就一定会过来一样 一个轻角趴一按 东纳就很配合的撞上来 这都是神扇子 有时候不得不赞叹 就是他们那个预判非常的精准 跟我们平时玩的这种结巴的感觉是真不一样的 我们平时玩结巴讲真 我对这一下预判他过来 我就原地疯狂点 点轻角多点几次 一直点到对手 看出来我在想这个东西 他们这边真的看不出想法了 但是一出手就是一个绝杀 现在卡网络已经2分了 EX发了贝拉又是开草了一波压板片 选择头则没中 这样的话东纳还能缓一缓 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压力还是蛮大的 这卡网络是真的厉害 哇这一起跳又被解了 这个对空有点完美 根本过不去 从拳三发点完 现在这个位置是开VT最爽的位置 这下想要解 但东纳很聪明 他提前把这个跳终料按出来了 这下只跳差一点 卡网络这边一个前冲被截掉 这两边都是预判神准 这个VS 哇好痛啊这下 东大的这个CA 这一手VT 感觉胜伤还是挺大的 这一波板面的防守能做好 这卡网络根本不给机会啊 这个卡板面真的恶心 前前过去一偷 马上一个情况就点出来 偷不到 哇这一脚再靠过去还想再压 东大这边 这手上是捏有VT的 可以找智慧打一下消耗 哇这边被挑到一个逆向死了 这个冰块 哇忍不住拆了 哇给的压迫力太强了 这么强的压迫力 真的东大都慌 让东大瑟瑟发抖的男人 就是宁类 现在东大这边手上捏了三次 这三个气我也不想看了 他根本就不用 刚说完他不用 他马上就用 找一个摸 摸个角 又是一个摸角 摸中了 中拳又点中了 这边 这选择EX摸放到吧 不用EX的这个反航拳 哇两个架刀被投掉 一个松脚一起重 好的 后来找回点场子啊 不容易不容易 这一灯赢的还是比较干净利落的 后面的话压力还是会比较大的 赶紧自己的手续对峙 拍那个HITBOX有点痛是吧 没有摇杆 平时我们摇杆就是粗的有点痛 他这个是拍的有点痛 再脸直 中拳打到 打到拆没有后续 这有点可惜 本来这一波后续打过去 就是一个墙角了 看这个卡瓦諾的力回很恐怖的 他又站在原地不动 站在那里 对吧 他也不拉防 也不动 也不蹲着 平时我们这种力回想要不动的话 一般都会选择蹲下来 万一对手高点偷之摸狗的 我还能顺便蹲防一下 但是他们不需要 他们反应足够的快 你要是想偷我 我都是直接截掉的 而不是防守 再来一把头 这个东大 东大能量满啦 该丢波了 EX拨丢不去 克林 EX拨还是很难搞的 但是问题是他丢这个EX拨的话 翻盘就没得翻了 哇 两个千千上去 投一个反手头 丢到长角 这一波 有没有得打 卡瓦諾这边的防守 只要做好的话 东大基本就 这里有一个轻手 哇 都投一个TC过去 VT开 反手带一个头 东大这波你拿什么手 你拿投手 你有本事凹生龙 哇 EX拨又中 这些凌峰东大 这就是日本目前最强的年轻人 卡瓦諾 偶像歌手了是吧 我觉得他 他应该是偶像歌手了 当然他们好像那个专辑就出了一张 后来就再也没出过了 这个唱跳rap也是增加一下自己实力的一个关键因素 只要成为偶像练习生 你也可以变得像卡瓦諾一样强 好了 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先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好 好